下来的话,如果我今天需要就是说,当我输入完之后,我希望能够很快速的,当然除了这个地方要保护起来之外,那我也可以把我相关的资料填完之后,按下新增,自动帮我把最后的结果放在销后明细里面。 那不过特别注意,这个地方会牵涉到跨,跨了另外的工作表,所以呢,这边你可能会需要知道跨工作表,因为我现在按钮是在这里啦,所以我如果说我今天自己本身,我可以不需要指定就是我的那个工作表名称,但是如果你自己以外的话,你必须要这个,在VBA里面撰写的时候需要用那个一个物件名称叫SHITS, SHITS指的是哪一个工作表,瓜谱后面的话呢,必须要消货明细,那就是消货明细里面呢,那我可能第一个我需要知道说,当我写资料过去之前,我要必须知道什么,知道消货明细里面的最下面一笔,也许我可以从A1向下侦测,也许A1Ctrl向下,那Ctrl向下之后,如果我要写过来的话,那我可以有一个变数, 也许是R,把它加1,我就知道说,我将来写在这里,OK,所以第一个,我要先知道消货明细里面的最下面一笔,写到哪里,但是有一种状况,什么状况呢,如果这个消货明细里面完全清空了,那可能你即便A1Ctrl向下,那也会跑到最下面,所以呢,我们可以侦测就是,如果Range A2,里面是空的,那我的R就从2开始就好了,所以我的叙述,第一个,就是我要先知道,到底我要写在哪里,我刚刚有特别提到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呢,这个写法,就是先判断一下,所以你想到判断就一笔,那因为我有跨了工作表,所以是去词,消货明细, 那如果说A2等于空的,那就是R等于2,我刚刚讲过,这个什么意思呢,就是完全没资料,它只有栏位名称的时候,那我就R等于2,反之,那我就什么,从Schutz的这个消货明细里面的A1向下侦测,那这个向下侦测,我们已经写了大概应该至少10次以上了吧,把它加1就可以了, 这样子我就知道说,本来是18,然后加1,哎,19,那就把19丢给R,那R就知道,那我就从第19开始,第一个OK,那我们完成了,我就知道说将来的资料要丢到哪里了,第一个,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要再把资料丢过去,我已经知道在哪里了,那接下来我就要把什么呢,把这个B2写在A栏,因为这个是一个对应关系的, A栏,定货是B,到货是C,那当然我不是全部,我只有部分,只有8个资料,其实其他的话,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,自己再把其他资料写过来,那里面的话呢,大概就是按照这样的顺序,所以分别是 A,B,C,D,E,F,G,H,一个罗布的坑,那特别注意哈,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是自己本身的话,你就不用加许子,可是你要写到消货明信就要加许子,那后面写到前面去,就是后面的资料呢,它会赋予给前面,所以我们的规则一定是, RangeB2,指的是,这个储存格,里面的资料,就是单号,有没有,单号就RangeB2,写到哪里呢,写到消货明信的,有没有,消货明信,所以这个是跨工作表,也就是说,如果你将来哈,会是你自己工作表的资料,写在后面哈,那后呢,要移动到,另外工作表写在前面, 它哪个位置呢,A栏,哪一列,R列,那不就可以丢过来,刚好就会,假设是19的话,那就是A19,把B2,丢到消货明信的A19,B19丢什么,B2,那B2的话呢,基本上就是什么,就是订单日期,这个地方,一个罗布又坑了,所以呢,底下这总共有八行,都是在写, 我现在的储存格,丢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的,哪一栏,那就是ABCD到H,所以基本上,前面的我想比较单纯,主要是后面啊,那你只要一个罗布,一个坑,对准了之后啦,反正写过去,绝对不会有错,OK,这个部分的话呢,是输出资料了,那输出完之后,再来需要做什么,把资料删除掉,那删除哪些资料,单号先不要删,因为单号删掉,等一下没办法加1, 这个地方的话,这个地方的话,可能需要,哪一个呢,把这个删掉,所以这个是12,删掉,客户,这个删掉,这个是B3,删除,然后这个是一个范围,OK,那这个是B7到B16, 这个是F5,这个是F7到F16,OK,所以,123,四个范围,清除,那程式怎么写,反正就写四行嘛,1234,那直觉哦,特别注意哦,B3等于没有,哎,有没有,这前面有讲过了,12等于没有,那范围的话呢, 用点clearcontext,有没有,哎,这个前面都有讲过,那有四个,所以你就把四个都写过,那特别是要B2不要清除,因为B2如果清除单号,就空了,你就没办法加1了嘛,对不对,所以呢,哎,我这个地方,第三就没问题了,第四的话呢,因为清空剩下什么,剩下单号了,那剩下单号之后的话呢,那我就把单号,那单号怎么加1, 特别是要把后面加完之后,丢给前面,所以非常简单,把什么,B221抓过来,加了1之后,再写到前面去,所以呢,加了1之后,那这个地方就被22了,特别,这个应该可以理解啦,因为我发现哦,同学之前问的问题啊,可见的,他不太理解那个,VBA资料怎么去流动的一个过程, 那,因为以前你们学过的数学都是什么,1加1等于2,2跑到后面去是一个结果,反而因为这样的关系啦,反而以前学的数学会害了大家,因为你又来把你以前学的数学观念,套用在VBA里面,就完全无法理解了,因为这不一样的东西哦,你不要以为啊,长得很像一个等号,就把它当一样,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,OK, 基本上它的流程是,它是把这个东西加完之后,再丢到前面去,OK,所以你会发现哦,这个也是一样嘛,把这个东西丢到前面去,把这个东西丢到前面去,那它的关系是复制哦,并不是移动哦,丢给它丢给它丢给它,就这样而已,所以理论里面哦,基本上,我们没有写太多,各位应该都看得懂每一行嘛, 只是说你要把这些全部拼凑在一起,变成一个可以被执行的东西哦,可能会有点困难,所以你这边执行一下,我把它新增,那当然我可以把它设中断点好了,各位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,资料丢过来哦,也许这边的话,假设清空好了,我把它设一个中断点,假设不执行的话,停在这边,那我就让它组航,停在这里,按F3,F8, B3清空,然后再来是,E2清空,再来范围整个清空,就是那个商品编号,再来是数量清空,有没有,然后再来就是单号加1,那因为现在单号是21,加了1之后再写到前面去,所以这个地方编22,OK,就完成了,所以应该可以理解啦,反正主要是一个观念问题,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, 说真的VPA里面每一行,我想你应该都看得懂,只是说你要怎么把它全部凑在一起,而且,可以执行完毕没有错误,那这个当然就比较困难一些些,好,那这个部分的话,最后一个重,就是比较困难的就是,如果是单号是像这种状况,它是,只是一个数字, 可是通常你的单号,会可能是什么,S0001,好了,类似像这样,那这个时候的话,假如你是做一样的事情,就会有错误发生,什么地方会发生错误呢? 就是呢,你如果直接拿它来加1的话,那会产生一个错误,它不是一个数字,它是一个文字,里面有S开头,所以哦,那如果你把它按新增,你会发现哦,就会怎样,卡住了,哎,心态不符,那卡在哪里呢? 我增错一下,给各位看一下,卡在这一行,有没有啊,这一行,S0001,你把它加1,它是一个文字,你把它加一个数字,文字跟数字本来就不一样的东西啊,那你要怎么加哦,所以呢,特别注意,这个时候哦,如果你要加1或减1的话,方法很多啦,那我想到就是,因为我后面4码,跟前面1码,你可以把它切开来看, 所以哦,我可以怎么做呢?我可以把后面的4码,先把它怎么办,把它先抓出来加1,因为后面4码确定一定是数字,第一码一定是那个文字,如果你的规则,所以你要先知道你的规则哦,那我把后面的4码,所以用一个right就可以了,后面嘛,right,刮胡,把它先抓出来, 啊,四个就是,豆点4,对不对哦,把它加1,那你想说,哎,加1之后会变什么呢,因为你把它用right加了1之后,因为它本来是文字,0001加1,它就加了1,所以它变成什么,就变成剩下2,它不会是0002哦,因为你如果经过运算,它就把它当数字了,那这个地方的话呢,那不对, 对,因为如果说我现在输出好了,你会发现,我把它按F8,它变2了,那2好像不是我要的,我要的是S0002嘛,所以这个地方的话,你必须把这个地方哦,再改为S0001,那特别注意就是,你要把后面的部分呢,再把它用format的方法,format,你要变成要格式化,然后怎么格式化, 后面有写啊,就是你可以外面再包一个format,这个应该有印象嘛,在我们的第一次上课里面有讲,format这个东西,加完了结果,豆点,我要4码,0000,OK,好,这样的话呢,就会变成什么,加了1变成0002,对不对,前面还少一个S,所以你可以在前面再串一个S,S,然后呢,and, format之后的结果,其实就一模一样,OK,所以底下这一串,不是一次做完的,而是分好几个阶段做,你要去推理,那做完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S0001,它会先做里面的事情, 就是把后面的加了1之后,再格式化成0002,然后再串S,所以是S0002,我们来试一下,执行,有没有,S0002,OK,那就可以往下, 所以以后的话,特别重要,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,因为这个是额外的,之前同学问到的问题,就是,如果我的单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字,而是一个英文跟数字夹杂的这种需求的话,那你恐怕会需要用到,也许我这边是用right,加上format,前面再串接你的英文,OK,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,画面先还给各位, 就VPA的这个部分,这个当然是这一题最难的部分,不过基本上呢,也是很明确的,有四个动作,你就把这四个动作做出来,我想这个部分呢,就可以完成,那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,你只要是个销货单,你希望储存资料的话,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,它可以跨工作表,帮你去转移资料,所以这个地方比较重要, 最重要是,如果你需要跨工作表,转移资料的话,那可以用类似的方式,然后它再来就是清除资料,最后的话把单号加一,单号加一的话,如果是数字就比较简单,可是如果是有英文,有数字夹杂的话,那记得就是要必须用right函数,配合format,然后这两个函数,最后可以把结果做出来,再格式化,OK,试试看, 好